這筆帳我已經計算過了 應該差不多 那是甚麼意思 由我們拍拖到現在 還有結婚的禮金 你以前送過給我的東西 這筆帳已經差不多數目了 你用不用? 跟貴女借錢來帶我 這次是我先問表哥借著的 你別再這麼小孩子便宜行嗎 你別裝大人了 真的, 你現在勾著腦子 跟肚子借錢來給我當作扔貨費 如果我收了, 那我不是弟弟 你用我說多少次你自己相信 一次就夠了 別說了, 今天約出來就跟你說 今天是我約你出來的 我早就想說你了, 你說台差點而已 別說了 總之今天就是我跟你說分手 不是聽你說廢話 好, 你既然這麼傻脫 我也不用這麼難做 幹甚麼?撐嗎? 哭了, 哭出來, 不用害羞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告訴你, 我和表哥沒甚麼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沒甚麼 你也要這麼想我 我才知道我們兩個是不害羞在一起的 你幹甚麼?你賴我嗎? 我不是賴你, 我是勸你 權人要大 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 我才知道我不想一輩子 跟你在村子裡做土皇帝 就算阿過天好心了 我們兩個還沒註冊 很多事還可以從頭來過 我想你應該好好地想清楚 我當然想清楚了 我以後會找個閻梁淑德 三爭九里的做老婆, 你放心 我這麼說也關心你 如果你還是一輩子大大聲說話的話 我保證你一輩子沒出息 我沒出息? 那當然了 現在村長沒得做, 今晚被人封了 當然不像你表哥在鄉下廠的麥克風 不過我告訴你, 我鄧秉權不會一輩子遺寸的 有天我會在全香港最高的社稅樓那裡 呼風喚雨, 每天賺過益 還有, 蕭騎騎騎在上面 總是談到你的表哥在頭廳那裡 你看著 不要 你想找我嗎? 原來那次秉權的命是你救回她的 你不要謝謝我, 我後悔就真的 我知道, 我閉嘴了, 閉嘴一點 對, 所以我免得她一會兒又死了 天天纏著我, 教我說髒話 知道嗎?我不知道怎麼發音 方小姐, 這件事大家有罪有罪 你也忘記當初我中了你一貫 如果你到現在還在生氣我們兩輩子 你也說不通 好, 所以現在我做我的事 你做你的事 拜託你不要像剛才那樣 我猛中中的上來 什麼叫打草京城, 你明白嗎? 你的意思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你還差不多你分開了, 兩個正確 你冤枉我嗎? 明天我交出一向你出糧 你是鬼, 怎麼都比我方便 我鬼知道原來做鬼 又要坐升降機, 又要坐車 這麼麻煩, 沒用嗎? 現在不是我選的, 不是我想死的 搞得像做鬼, 很有好處 欣聰 冷靜點, 冷靜點 冷靜點 你又跟人殺我, 還搞得像那樣打草 請求你冷靜點, 這間打草已經不是我們的 我知道 你的朋友說得對, 跟車仔 你不能當老闆很久了 你說什麼… 說什麼是我解僱你?你吹嗎?報警 報警… 報警… 你幹什麼?報警… 我告訴你, 你和女兒搞的關係 怎麼叫人殺我? 是呀, 你沒有工作, 只是好聰明 你對的, 你知道嗎? 沒有, 搬夜的新嫂 做乞丐…叫兩聲人, 別付錢給你 信你, 信你, 信你 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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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你 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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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你 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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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你 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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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你 別在這裡搞笑 別讓我看見你 不信就把人解僱我 走呀… 難怪你的生意做得這麼長 開口口也說了, 信你, 信你 算了, 這裡是別人的地方 我又解僱你, 我不解僱你 不是鄧炳娟 我, 我大人家濕了幾個星期 李薰芳要殺個五呎十吋的女人 哪有這麼容易 而且還要知解, 要免需要時間 沒理由一點破綻都沒有 還有, 銀行那邊檢查李薰芳的戶口 今早被人提走一大筆錢 地產公司也有證明 要放棚的資料 種種跡象顯示 李薰芳有可能想著草 西雲出現的巫頭女浮屍 全身發像約五七十吋的國家達 已經跟進了幾個禮拜 巫頭女浮屍 阿神, 看你說大安娜有多高 五呎十吋的 鍾Sir, 你不是以為那條絲在大安娜 我說… 鬼上身了, 現在是科學的年代 你要迷信自己回家迷信 你別妨礙我查案 是呀, 毛頭女浮屍 上次看見那個人頭 大安娜失蹤 拿錢, 賣樓 一切一切都是同一件事 這樣就證明李薰芳殺死了大安娜之後 然後逃跑 一定是這樣 鍾Sir, 我們的聲證沒得窩靈拉鈴 謝謝 阿忠Sir, 航空公司說李薰芳已經出了今天的機票 這麼快? 他公司說我這星期會出外公幹的 登機時間呢? 下午兩點 現在還有幾個小時, 他應該還在公司 沒有窩靈子行動, 出發 是, Sir 小姐, 童小的大安娜 沒什麼不動, 大安娜 沒有, 她 她只是打熱情, 太大力了 沒事 你好… 我也不明白Joe, 怎麼會對她這麼好 比招, 老闆 一早掃把她走 老闆, 拜託你別這麼大聲地說 我也不知道你壞變煩人 你一回來馬上找來 你小心你比好 現在還會很害怕 那我呢? 好 François, 你還沒上飛機嗎? 你們當然以為我上飛機 所以三個站在這裡不用做, 是嗎? 你們是主持人 麻煩你做個說話給你的同事看看,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Ben, 替我送Mr.Vendale回酒店 好嗎? 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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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nna, 幸好你臨時回來 我怎會走, 老闆的客人 但你要答應我 以後你出門一定要讓我知道你的行程 不是擔心死我 最多我的床頭電話和馬給你 好嗎? 約會嗎? 約會… 好…去做事吧 好 你也夠了, 上飛機了 是呀, 回來見吧, Joe 阿權, 你這次做事是你不對的 終於快點封鎖好像道歉 道歉道歉甚麼?我自己罵自己不行 這麼說話 你還在這兒死亡 會不會立刻上我們身上去跳樓 你嚇死了 現在鹹松路都沒了工作, 難道不報仇嗎 你沒了工作關我甚麼事嗎 總之你破壞我的計劃, 我一定會弄死你 你這個壞鬼, 你這次才有的 我來問你, 現在老婆走路因爲誰 是誰?我在廚房裡, 甚麼地方都沒了 是誰?我現在想你也要做了 是誰? 我管阿權, 你想說話就行不行 你看, 沒聲音了, 你自己反省一下 究竟是我欠你, 你欠我 好, 我做人做鬼都沒這麼均衡 我借你的皮革去用 早就我幫你做回事, 但我沒拖沒欠 你想我幫你做甚麼, 你說話嗎 到時候你又玩鬼 你自己說話而已, 我不客氣 告訴我, 下一期留學錯了甚麼號碼 神經病, 如果我知道 我知道, 我這個家人才輪到你了 幹甚麼?你這麼笨, 你真笨 你真笨, 你真笨, 你真笨 算了, 隨便幫我找人去工作 你連跟車也不行, 我怎麼幫你 除非我還沒死 或許我可以眉上雙眼 請你進去梳圖 是呀, 你可以請到日本沙袋嗎 甚麼? 沒說不行, 順理成章 Diana可以請鄧炳騎去日本沙袋 即是大人和你同一間公司工作 那還好, 不用騰出騰入 好, 這樣吧, 之後我一定是眼罩你 不用想了, 這樣說吧 說不定能進去 可以幫你找到殺人兇手 一家便宜兩家雀 聽起來也挺有道理的 當然 不是吧, 你千萬不要答應他 沒說的, 反正我可以長時間留在公司 對我自己也有著數 是呀, 你這樣就不行了 這麼成績就靠人了 叔叔, 香港你有誰不用靠人的 不然現在我只不過叫他開頭 進去, 我一樣是靠自己的實力 打個勾勾, 肩顧得到 是呀, 他不肩膩 是呀, 我要聊幾次, 坐下 坐吧